在脸书搜寻名人 没想到竟然出现一整排粉丝社团专页 而且里头写的全市投资心法 以及理财课程 原来他们全都遭到诈骗集团 冒用身份 就连YouTube广告也有这些名人身影 同样是在招募会员加入理财群组 不过仔细一听声音怎么好像怪怪的 营造的真的好像是我本人骂我 就说我怎么会这么没良心 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带他们这些会员 真的不堪其扰 因为受骗民众不计其数 导致投诉电话和讯息 皆都接不完 不过同样饱受类似困扰的还有他 我已经去报警了好吗 每一个人都传说 你有在叫人家做股票吗 特别开直播澄清 余美人越说越气愤 因为诈骗账号就如雨后春笋般 怎么删也删不完 根据了解被害名人 包括作家吴淡卢 艺人白冰冰 以及中医师吴明珠 照片也都曾被盗用 没有限制你去注册多少个账户 你只要有一个新的email 就可以去注册 专家表示 联书可以从蓝勾勾认证 判断是否为正版粉丝专页 至于赖则可以查看盾牌颜色 一般来说灰色盾牌属于一般账号 任何人都能轻松申请 不过相对没有保障 而蓝色盾牌则是认证账号 需要准备指定文件提出申请 以此可以确定账号是合法企业 或是商家 最近接的还有绿色盾牌 代表与使用者有良好互动 不过除了审核机制 可以多一份保障 警方和社群软体该如何补起破网 恐怕才是当务之急